黄金山城九份 眺望远方海景 令人心情平静 九份除了知名的 深屏戏院阿妹茶楼外 这间位于 鸡山街尾段的茶坊 过去是见证 九份百年沧桑 黄金年代的 翁山英故居 四零年代传奇人物 就会找到翁山英这个人 当时翁山英是 这间房子是他整修 他变成是 台阳公司的所长 那这间房子是等于是 让他使用他自己整理 翁山英是台阳严家殷亲 承认瑞芳矿业所所长 他过去的居住地 转手给诊所医师后 再由洪志胜买下 侯绍前导演拍摄电影 《戏梦人生时》 茶坊即是主要场景 这个地方好像 还容获得一个 安静下来的一个地方 好像一个小姐 变成一个阿婆 可是这个阿婆很 给我的感觉是 很有气质 很漂亮 那我在想 为什么大家要离开 离开的理由是什么 会独中九份 选择远离繁忙的台北 来这定居 甚至开的茶馆 都是无心插柳 洪志胜是复兴美工毕业 对茶原本外行 但这茶坊一开就是33年 1988年第二次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 感觉是好像更破落 更安静 人更少 洪志胜买下了翁山英故居 在台北县府时期 登陆成了历史建物 而茶坊的开幕 更见证了九份山城的第二春 九份的第一春是黄金年代 那黄金年代一直到 1970年就停止 那我1991年开幕 等于是开启九份第二春 第二春是什么 观光的年代 原本洪志胜想利用这空间 当工作室 周末有亲友来做客 泡茶请大家喝 后来索性开启茶艺馆 茶坊经营历经数次改版 曾经有供餐 咖啡甚至热炒 但后来去无纯精 专注于茶 假如餐跟茶跟咖啡 跟那个很多的品项 都合在一起 这个店就有一点 好像 我讲的时候 有点大杂面 很丰富 可是不够专业 所以我们慢慢把一些品项 给弃熟掉 我们好的属于 对我们比较专业有力的 我们把它保存下来 我觉得它跟一般的那种 茶馆不太一样是 因为一般茶馆有 卖一些不同的吃的嘛 这边就比较没有那种 食物的味道 就可以好好的享受 茶的那种味道 而且还可以体验 九份的一些美景 我觉得很不错 洪老师带着我们到三下清便路 深屏西岳旁 原曲名叫天空之城的 茶坊乐馆 传统的红砖建筑 曾经获得模范建筑大赏 阳台外摆了好几个瓶 里头是茶坊用来搭配 喝茶的茶点老萝卜 这个一瓶大概有100公斤左右 可是真正最后熟成拿出来 大概15年左右 大概剩不到100斤 等于不到1000斤 打开蜜蜂的瓶 立刻有香气溢出 里头看得到 有机稻草作为后发酵用途 萝卜上头压了好几颗石头 小玉萝卜今年日赛 腌制成了黑色的老菜泡 上头还结了糖霜 切片之后可以配饭 也可以当作茶点 我们的老萝卜 现在应该有15、6年 那个都是很台湾算很特别的东西 尤其给外国人吃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惊叹 看完了老萝卜 洪志胜老师继续带大家 前往自家的陶工坊 里头有他们自己烧制生产所需的茶具 茶杯 材质样式都很别致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树烧 大概烧到800度的树培 这个是已经又烧好的 这个是烧到800度 这烧到1280左右 另一头洪老师的日本妻子吉田绿 则是创作一系列的猫灯 以自己家里养的猫 作为原型来发想 在茶坊的周边都能看到 各类猫灯的身影 开始是因为这个材质不怕虾 不怕雨 风雨 所以不会破掉 所以户外的那个 那个体验的那个灯的灯灶 用这个做 九份多雨 所以做了不怕雨的猫灯 洪志胜也从茶出发 创作了许多周边商品 像这个不需要细绳 湖盖也不会掉的茶壶 用爱猫为主题制作的马克杯 还有这幅诗圈画 原作油画就挂在镇上方 这幅金轩茶花 试画也是当年洪志胜 茶馆经营一度亏损 快撑不下去的写照 假如茶树大量开花结果 就是表示有危险 那因为干旱三个多页 那我看到那么大量的花朵 对我来讲是很紧张的 我印象中我太太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讲说 在台湾做生意 要扎根不容易 那尤其在九份 特别辛苦 我是跟她开玩笑的讲 就是说五年一小灾 十年一大灾 那有点半开玩笑 可是现在回头看 真的好像蛮准 不仅仅是走过人生低谷 茶坊在九份三城 历经了SARS 走过的COVID-19 更不用说大小台风的侵袭 洪志胜与太太 育有一对儿女 在旁边泡茶的 就是第二代小儿子洪荣 茶坊里的另一道茶点 原来就是吉田绿 为儿子制作的点心 一开始做一点点给客人 客人也反应很好 所以现在大量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 最主要的茶点 那个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 它是主要是乌龙茶口味的 然后它会搭配 用乌龙茶腌制的茶莓 然后还有这个是成年的老菜谱 那其实一般人可能一吃到 觉得老菜谱和茶的味道会搭吗 但是当老菜谱放了非常成年的时候 它的味道很鲜甜 那个鲜甜就跟 比如说像高山的乌龙茶的鲜甜 非常相称 坐在古宅中泡茶 别有一番情趣 深入了解建筑的位置 结构跟材质 处处都有精彩的故事 这个房子的结构 你们看到这个石头屋 这个九份你们会拍到很多石头屋 是一般住家的那个石头 是不规则形小小 大大小小 那个是矿坑里面出来的石头 没有含金量的 就是堆成一堆一堆 那个矿工就把它拿来当住家使用 那你会看到这间房子的这个石头 是黄黄正正 是刻意打造的 所以听了很多这里的奇老的讲法 就是说这间房子跟黄金无关 那是跟张老油有关系 相传找习未发现金矿茄 九份是以开墾章树为业 用大灶来炼制张老油 十口灶称为一份 九份则以九十口灶得名 茶坊带动三成品名风气 让九份由衰转新 现在更有作家 左手撰写英文书来介绍 这不只是一家茶艺馆 因为可能一般茶艺馆 你会觉得它的氛围不只 集中在茶上面 可能有其他的商业模式 但九份茶坊 它很像是九份以茶文化为主的 地方创生中心 这个店它不是一个面 我常常讲一个空间应该是五节的 让客人进到你的空间是 一个五节的一个享受 这个是我一直跟我们同事强调的 那个我们不是卖单单卖那一杯茶 我们是在卖一个五节的一个体感 茶坊入口的快木长桌 入口一整排茶壶 是旅人打卡的热点 冬天能以炭火煮水泡茶 茶坊结合了茶 桃化 要给来访客人 无感的沉浸式体验 百年的历史流变 以艺术创作来传承台湾茶的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